中港NPF一月超賺大錢 強積金經常跑輸大試人人之 但上個月竟然大打爭氣 一月份整體表現實在不頑 各類強積金平均升2.61% 而股市做好令中港股票基金更加帥氣 兩者都升近半成 其中有些便宜管理費的強積金 好像信安港股基金一月賺7% 證明便宜未必沒好事 反而過去兩年表現好的債券基金 這個一月都輸錢 未虧0.78% 亦都告訴你錢繼續由債市流入股市 不少分析都相信中港股市會繼續升 年輕的打工應該進取些 將債市基金轉去選擇較多的中港股市基金 畢竟環球央行減息週期到尾升 不利債市表現 除非就來退休啦 要穩陣保管 不就趁債市跑輸之前 換馬到股市好過啦 再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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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